Catherine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哈囉 大家好 我是Catherine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來繼續我們的魔影市民室 新夢起飛系列 那我們一進到遊戲裡就看到 南板金城武 打電話邀請我們的城武出去玩呢 他說嘿 我有點想你了 喔不是 他說嘿 城市當中呢 現在有個很瘋狂的派對啊 要不要一起去看一下呢 好啊 當然好啊 那我們城武就去吧 那麼走了 我們看一下 到底是什麼樣的派對呢 會不會遇到其他的明星呢 不知道 我感覺啊 目前玩起來 我感覺太陽谷遇到明星的機率好高喔 感覺不管走到哪裡都有明星啊 哇 這個地方下雪了 天啊 然後我們城武在哪裡 城武在這裡 喔 城武跑這麼快 城武刺過來 哇 城武這個表情有點猙獰啊 啊 近看有點可怕 啊 我知道了 因為昨天是聖誕節嘛 所以呢 我們的南板金城武 才邀請我們城武出來玩是不是 一定是這樣的 好吧 我們城武你要跑去哪裡 我們城武覺得雪很大 所以他要跑到這裡 到這裡有用嗎 全部都是室外啦 好 這個是溫燈堡的一個 哇 派對啊 感覺還不錯啊 過來吧 過來這裡跳舞好了 我們看一下這裡會遇到誰呢 好 城武過來吧 過來這裡一起跳舞 哇 我們城武能獲得跳舞技能 在大學的時候裡面跳舞感覺變得太風行啊 這個誰 有點眼熟 明星嗎 喔不是 對啊 我這邊感覺好像在太陽谷遇到明星的機率最高了 像我們來到這裡 目前為止都沒有看到半個明星嗎 那我們之前去太陽谷的時候啊 隨便滿地都是明星 超誇張的 好啦 那我們城武跟金城武聊天一下了 其實這個名字會不會毀掉啊 我到底要把南版金城武的名字 改回金號去 有點猶豫啊 因為他的名字 金城武 實在是太驚人了 好啦 聽一下囉 我們城武說 哇 這個地方下雪下的這麼大 跟我平常住的地方感覺很不同啊 我們城武平常住的LA 是四季都是太陽啊 四季都是夏天 難得來到這麼冰天雪地的地方 然後南版金城武說 對啊 你不覺得下雪的時候很漂亮嗎 雖然是我跳個脖子算啊 昨天睡覺落枕了 我們可以邀請朋友過來嗎 我認識到明星可以邀過來嗎 不行啊 學長 沈維珍邀不過來 沙雪 好吧 那我們城武跳一下馬上來拍一張IG囉 我們城武穿得這麼美麗 先來個IG 給粉絲報告一下說 我現在來到這個冰天雪地的地方啊 真的是超美的 好漂亮 好喜歡 心裡OS 真的是冷死我了 為什麼讓我來這種地方 那類的 好 我們城武呢 趕快喘一下囉 對啊 大家看城武的表情 他就想說 啊 真是的 這裡這麼冰天雪地的 再我來這裡幹嘛 有沒有 就是個表情 好 我們城武呢 目前有60個粉絲囉 其實還蠻少的 不是說很多 好 我們城武呢 自拍一下吧 來個自拍 哇 這個表情 城武心情非常的不好啊 好 一樣 美肌開到最大 好吧 我們城武呢 我感覺他好像不太想你多帶的感覺 肚子有點餓了 我們先來這邊吃個東西吧 還不能點東西吃喔 什麼羊群走吧 好吧 那我們城武呢 自己來大杯飲料喝囉 我們要喝什麼 天氣這麼冷 我們來一杯紅酒好了 我們城武呢 點最貴的 所以說最貴的就是15元 喝這個吧 喝一杯紅酒 暖暖身體 怎麼感覺每個人心情都很不好啊 每個人都臭臉啊 有沒有 這個路人咋臭臉 然後呢 南板金城武臭臉 是怎樣 大家都想說 這什麼奇怪派對 下雪這麼大 那超好笑的 都還怎麼回事啊 我們城武的飲料好了嗎 還沒有 我剛突然發現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如果能幫群體 幫共和其來朋友點飲料的話呢 我會增加名氣啊 所以 錢可以買了名氣嗎 幫朋友買飲料可以加名氣 真真好笑啊 好啦 我們的飲料袋好了沒 真的很慢啊 我們城武又要發脾氣了 其實看著啊 我們城武的脾氣不是就很好啊 感覺還時常騎這種 哇 這種心情有沒有 和嘴說飯 為什麼要我來這裡 真是的 要不是看這景色好看 適合拍IG 我才不想來呢 這類的這個表情 好啦 我們飲料袋好了沒 先生你也不專業了 好 算了 我們乾脆幫我們團體買飲料囉 我們也幫南滿金城武點一杯紅走吧 太慢了 再來試一次 其實我們城武的名氣快要到達一顆星了 只差一點點 我們再努力一下 馬上就要到達一顆星了 超期待 到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選擇我們第一個特徵 感覺好酷喔 我們等了這麼久 我們都還是沒有來啊 哇 這個這個調節師超不專業的 好 算了 我們城武不點啦 走吧 可以過來這裡 跟人家跳舞PK啊 而且呢 最有趣的是 跳舞PK可以增加名氣了 怎麼那麼好 一直兩德 我們要跟誰PK呢 可以跟金城武PK嗎 南版金城武 可以啊 後來試一下吧 每個人呢 因為風雪太大都快站不直了 這個風雪真的超誇張 哇 太滑倒了 呵 太好笑了吧 你行不行啊 好 我們的城武呢跟他說 怎麼樣 我們來PK一場吧 一定要這種秘密進行嗎 我們城武說 你敢不敢跟我來一場跳舞PK呢 要不要 然後呢 他說好啊 誰怕誰 要就來 好來吧 來PK一下 我感覺啊 他們可以成為最好閨蜜類類的 男版閨蜜 好跳來PK了嗎 金城武 說好跳舞PK呢 怎麼倒頭就睡啊 這很誇張啊 算了 喔 他來囉 來了來了 好開始囉 我們城武呢就開始跳 哇 這個PK感覺還蠻專業的啊 有點韓國女團的架式 是不是 然後呢 換我們男版金城武 他要怎麼跳呢 你就這樣跳嗎 隨性風格 啊 看這個樣子 我們城武是贏定啦 他完全沒有什麼跳舞的感覺嘛 是不是 哇 等一下 他還模仿我們的城武啊 這跳舞的PK怎麼一模一樣 有沒有點創意啊 哇 這麼會扭 這麼會跳 看不出來你現場不露 平常偷偷練的 所以是血贏了 不知道 好吧 他要走囉 那走之前呢 我們城武再來IG一次 我看一下喔 在IG 我們看得沒衝到一顆星呢 我們城武跟大家說 粉絲們 我的PK要結束囉 我度過一個非常美好的夜晚 心理OS 其實我累得要命 肚子又很餓 怎麼樣 城武目前獲得72個粉絲 感覺啊 目前為止 我們一次都是拿到12個粉絲了 沒有說很多 好 那我想呢 我們去健身房好了 因為呢 我們的 下一次試鏡 我們說要到達健身點擊2 我們才能成功嘛 好 那我們要帶我們南板精神武去嗎 好吧 你要來就來吧 那我們走囉 我們去一個比較安靜的地方好了 我們去 去這個健身房 就在旁邊而已 好 我們到這個健身房囉 來吧 我們城武馬上來練習跑步 過在這裡 趕快跑步 因為試鏡快到囉 試鏡好像是今天晚上7點對不對 1點下 是禮拜五的9點早上 糟糕 試鏡快開始了 我們城武還沒有達到要求啊 趕快趕快 趕快跑步喔 快速跑步一下 看能不能在試鏡到達之前呢 獲得健身點擊2 希望可以啊 目前我們是1嘛 對不對 在這裡 1然後快要滿格了 所以應該來得及喔 我們努力一下 要不然如果是我們技能不夠 到時候沒拿到試鏡就傷心了 努力一下吧 哇 旁邊這個 超級肌肉猛男 他肌肉真的超誇張的 好 那我們達到囉 我們達到需求的等級2了 好 不要跳了 不是跳啦 不要跑了 糟糕 快到試鏡時間 我們城武的狀態還這麼糟糕 廁所在哪裡 廁所在地下室 好 我們先到廁所裡面呢 好好的上廁所 然後快速沖澡 底下好像是試鏡啊 好 趕快吧 到地下室 上廁所洗澡 準備一下試鏡囉 今天感覺啊 當明星超忙的 都在準備試鏡啊 然後跟人社交啊 也要拍戲 其實我感覺啊 這個部分他們應該做的還蠻寫實的吧 我想這間的明星生活 應該是這麼的忙碌 然後都是日夜顛倒 白天當成晚上用 晚上當白天那類的 好 去洗澡啊 為什麼不能洗 為什麼不能 奇怪 這一間呢 這一間可以 試鏡快要開始了 可是我們城武肚子超級餓啊 真的有東西吃嗎 有沒有小八台那類的 讓我們吃一下東西 還是旁邊有沒有什麼小吃店 這裡 喔不是 這是廁所 我剛剛以為這是小吃攤 小吃就開心了一下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 小吃攤跟我們吃東西 啊這裡有 來得及嗎 好沉悟過來喔 過來這裡 看能不能點個東西吃呢 不知道來不來得及啊 好我們早上來點個Pretzel吃好了 是那種打結麵包 好過來吧 感覺沒有時間了 好像沒有時間使用心 因為事情時間馬上到了 啊 城武你怎麼了 你已經壓力大到崩潰了嗎 怎麼在這種下雪天穿著浴巾走來走去 我沒有衣服換回來了 嚇我一跳 我想說 我知道演藝圈生活非常壓力 可是壓力也來得太快了吧 已經讓城武已經 寫去理智那一類的 好幸好沒有 啊 結果我們城武又來不及點啊 來不及GNC就要去試鏡 好吧 算了 然後錢還付個人家 這個黑店啊 我們可能玉藻那一類的 就是我們的嗎 是啊 H3嗎 我算了 我們就去試鏡囉 哇 我們城武的YouTube頻道 城武的時尚日記 又拿到了100塊喔 感覺還不錯啊 應該多拍幾部了 我們試鏡結束了 然後呢 我們城武成功拿到通告囉 太開心 我感覺到城武蠻厲害的 已經連續拿到兩隻通告了 太長 然後城武非常累 先睡一下吧 快累死了 快要昏倒的那種 累到不行 好 我們就睡一下喔 啊 已經昏倒 等一下沒有狗仔吧 沒有狗仔看到我們城武昏倒吧 雖然是我們城武現在也是默默無名 可是呢 還需要注意一下 被人家拍到這個樣子實在是 不太好 變成新聞頭條啊 還是其實 我們應該要讓狗仔拍到嗎 一夕成名名類的 不顧形象的 心驚廣告女藝人 就是我們城武 好啦 去睡覺啦 好 那在我們城武睡覺的時候呢 我來看一下喔 我們的通告是明天 中午12點了 哇 這一次感覺這裡好近喔 好 那我們準備工作呢 說要練習健身技能 還有練習魅力技能 感覺時間好緊繃喔 我們城武已經睡覺就睡到這個時間 歡迎不要睡了 可以了 不要再睡懶覺了 乖起來 起來之後呢 我們城武要不然 找 我看一下喔 我們約一下劇主人員懷張莉怎麼樣 感覺應該還蠻有趣的 我們試一下喔 我們可以邀請 劇主人員 還有導演懷張莉 我們看一下吧 這一次通告 合作對象是誰呢 等一下 張莉這張盤子 趕快清掉 我們城武要保持良好的完美形象啊 怎麼可以被被人看到 張莉有張盤子 不行的喔 明星呢 不會有垃圾 也不會上廁所那類的 好啦 我們城武能換衣服囉 好那麼城武呢 我改換這一套 這一套呢 也是行夢奇飛衣服 我覺得還蠻適合他的 有一種很氣質的感覺 好吧來吧 我們來試一下喔 我們邀請劇主人員回家 順便跟他們練習魅力技能 然後等一下呢 邀他們一起出門去健身 應該還蠻好玩的喔 看一下吧 究竟這一次 我們劇主人員都有誰呢 這個你哪位 我看一下 這個是 導演啊 是導演還是這 那我們的合作對象呢 有其他的靈點嗎 有其他配角嗎 一定沒有其他主角的喔 因為我們城武是唯一的女主角 一定是 那我跟導演打個招呼喔 跟導演呢 我看一下喔 導演自己進來了 導演這麼的喔 導演你要幹嘛 進到廁所裡 你這個這個 不太好吧 廁所裡太擁擠了 好 你們出來好了 出來這裡一起 看電視那一類的 好我們過來一起看電視吧 先稍微聊一下 城武又打電話來了 城武說 嘿 我又想你了 喔沒有 聽說有個派對 要不要去呢 不要啊 城武 我們城武現在很忙的 沒空 再跟大人物見面 來看個電視囉 看電視一下 然後呢 我看一下 我們城武可以講什麼呢 那我們城武呢 下來稱讚導演好了 稱讚她衣服 我剛剛說 我覺得你的毛毛外套 還蠻好看的 稱讚她一下 順便練習魅力技能 然後我看一下喔 還可以試著讓她平復情緒喔 為什麼導演總是這麼嫌棄 導演是怎樣 心情這麼不好喔 脾氣很差 導演這麼嫌棄 到底怎麼了 有什麼事情嗎 導演一過來就罵我們城武 到底怎麼回事啊 好我們道歉一下喔 沒辦法 雖然我們城武的內心 我前兩個不願意 不想道歉 但是呢 不能得罪導演啊 要不然我們城武的影視 就完蛋了 我們城武說 對不起導演 是我錯了 我不該穿在你衣服的 你的衣服一點都不好看 這樣講得下更生氣了 好啦 我也好扣扣欸 怎麼回事啊 天啊 這導演太難搞了吧 感覺好堅持 好沒有 好不然她過得怎麼樣好了 這個應該不會拒絕吧 然後呢 我們再來 導演 我看一下喔 討論她生氣的情緒 為她說 你為什麼總是這麼生氣 感覺越描越黑 這樣不行 哇感覺啊 我們城武跟導演對話 越描越黑啊 好不講了 那我們城武呢 還是來這邊 用鏡子練習魅力好了 好可憐 好過來吧 然後導演呢 哇導演是她的粉絲啊 導演是這個 Soren的粉絲啊 她跟著她拍手 導演 原來你喜歡這一位的嗎 然後呢 她看戲的小電視 對我突然想到 上次呢 我們不是拿到過 拿到過這個嗎 我們不是拿到沙水的簽名嗎 在哪裡 在哪裡 等一下突然發現有趣的現象啊 因為沙水她的名氣不是很高 所以她的簽名長這個樣子 是囂張 而且啊 她的照片 還是當天她穿的衣服的照片呢 太有趣了吧 超級真實的 而且簽名不一樣啊 有沒有 這個簽名呢 跟沙水簽名是不一樣 這個細節做得好棒喔 好我們城武的魅力技能量好囉 糟糕 我真覺得很糟糕了 我們城武跟導演的 關係突然就變得這麼差 怎麼辦啊 可以再道歉嗎 你可以去看金星嗎 看一下喔 導演你要看金星嗎 怎麼樣呢 看金星你好好叩叩 你有什麼毛病 糟糕 城武生氣了 城武說 導演到底有什麼毛病 你不想這個樣子 糟糕 城武發脾氣了 大小姐脾氣露出來了 導演嚇一跳 第一次有人敢對我 將大吼大招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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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你是誰 信不信我封殺你 然後城武說 我受過你了 我好生好刺的跟你講話 你為什麼一直對我發脾氣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導演說 因為我是導演 你本來應該被我罵的 你懂不懂 這就是演藝界的潛規則啦 哇導演生氣走掉了 糟糕 這個非常不好啊 我們城武要怎麼樣跟他道歉 我們道歉好了 不行啊 我們城武能想一想 不行 他還是想要成名啊 為了成名 他必須要有所犧牲 第一次下去跟他道歉 該說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城武說要去健身房嘛 要不然要導演去健身房好了 關係變超級差 怎麼覺得很好笑啊 哎 我們城武沒有忍住他的脾氣啊 忍不住回嘴了 結果呢 越鬧越兇 好吧 我們去這個健身房囉 明星健身房 看能不能讓導演 藉由運動發洩下他的氣氛呢 結果呢 導演不來耶 他說他要水澡了 好吧 算了 我們城武能另外找時間陪醉了 先過來這運動吧 快運動跑步 趕快為明天通告做準備 其實呢 正確來說是今天 真的好忙喔 超忙的 好我們準備好了 太好了 我看一下 我們城武的狀態還蠻差 想要吃東西 然後想要去味集 那我們去 我看一下 現在凌晨五點 我們城武能去找東西吃囉 好我們凌晨五點 來到這個酒吧 因為我們城武表示 累死人了 剛被導演罵了一頓 然後呢 剛運動完 我才不想自己煮東西吃 所以呢 我來這裡點東西吧 好吧 我們看一下囉 我們點什麼吃 有些蠻好吃的 我們吃一個會飽的好了 我們吃 炸魚薯條吧 感覺還蠻飽 我去點一下吧 點我們的炸魚薯條 然後邊吃邊看電視 徹底放鬆 我們看什麼呢 我們看一個 喔 浪漫節目好了 我們城武最愛看韓劇 好看吧 然後今天跨年呢 可是今天感覺 我們還是沒有時間 去過這個跨年夜吧 可以嗎 我不知道了 我們城武的工作 是12點開始 不知道到幾點了 真的感覺明星啊 雖然只有他光明灘烂裡面 可是感覺很多時間不由己 因為時間不能好好安排 沒有什麼所謂的上班跟下班時間 所以我覺得啊 這次道片這方面做的還蠻真實的 哇沙雪來了 怎麼這麼吵 沙雪喜歡凌晨6點 快這裡吃東西嗎 那我們城武一下還是不能給他老天 哇等一下我們開始有粉絲了嗎 剛剛這個人 真的耶 等一下 我們城武有粉絲了 我好開心 我們城武第一個粉絲 你要簽名嗎 好開心 但我看到嗎 他頭上寫什麼 Fan 他是我們城武的粉絲啊 怎麼那麼開心 而且他剛剛還來追星啊 走到城武旁邊 然後頭上出現城武的頭像 但是有沒有發現 超酷的啊 我們城武的一個粉絲 我感動的想哭 你要不要簽名 可以幫你簽名嗎 我們城武呢 剛來個好笑自我介紹喔 太感動了 我們第一個粉絲 我們城武說 嗨 聽說你是我的粉絲 你要我的簽名嗎 嗨 佳佳 太好了 讓我看一下喔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試圖讓他簽在自己嗎 暫時找不到選項算了 那我們再來跟沙雪要一張簽名吧 因為其實沒有什麼瞎互動啊 瞎互動的不行 怎麼樣沙雪 你要給我們新的一張簽名嗎 不給 我們城武十六C了嗎 有 喔有了 他要簽一張簽名照給我們城武了 太好 哇等一下 這個人怎麼昏倒了 我看到兩個明星昏倒 好那我們城武呢 決定要來傳一封line 那導演說 對不起 今天是我的錯 那導演會不會回應呢 還是沒有回應 等一下這個又是名人嗎 真的 二線明星 好我們試一下喔 這個叫什麼Dustin 二線明星 我們都認識一下吧 我們城武呢 想盡量多認識明星 增加自己的名氣 那我們城武呢 覺得心情不好 決定要來一個 自拍 十二連發 瘋狂上傳IG 好我們城武趕快喔 趕快上傳 瘋狂上傳 我們城武跟粉絲說呢 我今天度過個很美好早上喔 吃了全天下最好吃的 炸魚薯條 我跟導演的關係非常好 我們大家都是好朋友 劇組人員每個人都很好相處 哇我們城武呢 到了一星囉 一星名人了 太好了 馬上來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可以選擇三個 第一個呢 是我們上傳影片的時候呢 會增加更多的名氣跟錢 然後第二個呢 是我們可以更容易跟名人設招 那第三個呢 是我們可以從技能 還有職業獲得的名氣會增加 那我們選擇這個好了 更容易跟名人設招 我感覺這個呢 應該是我們城武最喜歡的風格 我們選這個吧 太棒了 而且呢 從現在開始 我們還會有 不五號的特徵囉 那這個是隨機產生的 不是我們可以選 好期待喔 我們城武會有什麼樣的特徵呢 怎麼說開心啊 就是到了一顆心啊 好感動 我們城武這麼辛苦的 瘋狂上傳IG 果然有收穫了 目前多少 144個粉絲 雖然其實話說回來 我覺得我們城武能上傳IG 應該不覺得辛苦吧 應該是他很喜歡做的事情 好啦我看一下喔 我們城武能再來傳IG給導演 那到底關係這麼差 這樣真的不行 那我們今天晚上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 請幫我按個讚 分享留言 還有 不用忘記訂閱 收穫 以上消息喔 感謝收看 掰掰 我們通告時間到囉 我們下次再去吧 我們下午後 我們要轉發 我們下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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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きkin